冯姐姐 这么巧 你也来了 这是我亲手 给慕哥哥做的红豆派 不知道你要来 早知道我就多做一些 我今天没工夫陪你玩 你别误会啊 慕哥哥小时候 最喜欢我做的红豆派了 我今天特地亲自 给他送的来 行了 你就别在我面前撞枪做事了 我看着烦 哎 温兰 慕哥哥他根本就不爱你 你不要像狗皮膏药一样 一直缠着他 我劝你最好想清楚 赶紧跟他离婚 把我的慕哥哥还给我 有意思 到底是谁对谁死缠乱打呀 一口一个慕哥哥 你都多大年纪了 还装嫩呢 你想干吗 温姐姐 你尝尝吧 可好吃了 闪开 慕哥哥 张文成 你现在的一切 都是我妈给你的 你放屁了 你终于来了 我是来给你送红豆派的 结果就碰到了温姐姐 没想到 她可能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吧 你可千万别怪温姐姐 我相信她一定不是故意的 不 我就是故意的 我刚才狠狠地将你推倒了 你没受伤吧 我没事 没受伤你就先回去吧 你找我有事 办公室说吧 陆总好手段 一边拖延离婚 一边利用我蓝博士的名号 化解公关危机 真是厉害啊 所以你认为这是我做的 从昨天你知道我是蓝博士 到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我是蓝博士 只用了十二小时 你觉得除了你还有谁能做到 我才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你放心吧 我会查明真相 给你一个交代 这件事我给你使一件编故事 但是离婚的事我一秒钟也不想再拖了 你就这么着急吗 当然 我现在非常讨厌你 我不想跟你扯上任何关系 公司股票涨停了 你们继续开骨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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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 三天之后你必须和我离婚 三天之后你必须和我离婚 是我 林伯伯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干涉我的私事 蓝博士 对整个牧师来说至关重要 这还是你的私事吗 现在集团股价大涨 你非但不感激我 还想问责我 那我可想要问问牧总了 你为什么放着集团的利益不顾 也不肯告诉大家 你的妻子温蓝 就是蓝博士呢 要不是妍妍把这个消息告诉我 你还想隐瞒大家到什么时候啊 好了好了 老林啊 就不要再怪贤侄了嘛 既然蓝博士是我们自己人 还担心什么呢 你说对吧 莫白 这件事我心里有数 但是我不想再看到任何一条 拿我跟温蓝关系炒作的消息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这稿子肯定是温蓝自己写的吧 他现在肯定特别怼 还医学天才 我呸 他把这事搞得人尽皆知的 要是被有些人拿去炒作了 那温蓝的家产 我们可就保不住了 爸 我不管 你 你必须给我想办法 我才不要把房子还给他 不 我 我们要把房子 给他 叫我来什么事啊 好小子 像连哥都不叫了 来 若巧克力 你最喜欢的 我都多大了 早不喝甜的了 你叫我来到底干吗 听说你这两年跟着蓝博士做助理 我就知道你是为了蓝姐的事找我 你也是实态的一份子 你知道蓝博士现在对我们其实 我对你那些破事一点兴趣都没有 还有 蓝姐 她不是我老板 她是我朋友 因此我不会出卖她也不会帮你 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我只是想跟你说一下 如果蓝博士不跟我们合作的话 她唯一的选择 就只有木白了 走了 喂 蓝蓝 你别生气吧 上次是装肉做得不对 爸爸也冲动了 既然你想要房子 我们就还给你 你晚上 再拿药吃吧 这个给你 新闻的事情 确实是我们公司其他人 不小心发出去的 我确实是不知情 这样不太对 木兰 新闻的事情是我的疏忽 我向你道歉 这个花 我最讨厌红玫瑰了 夫人 怎么一个人出的 这个给你 我就知道你会原谅我的 这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 喜欢吗 拿走 老板 你干吗呢 你说你都走吧 走了 哪儿呢 不公才啊 咱们走啊 来 喝 酒 你走 你走 我不是 我不是 为了 mo 饶饶 一会儿就看你的了 来了 来了 爸 我不想搬出去住 文成 能不能再跟温蓝商量一下呢 还是走吧 这个房子本来就是温蓝的 还给他们是无可厚非的 雅居虽然小了一点 但是也就凑合住吧 好吧 既然温蓝想要就给她吧 毕竟她要跟穆白离了婚 也要有个落脚的地方 太感人了啊 太感人了 我在门外听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许怡 您这演技可以去演《甄嬛传》了 温蓝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妈 我妈嫁到你们家这么多年 对你 她可是做牛做马的 你没文化就别乱说成语 做牛做马 我看是作威作福吧 兰兰 你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 以前你明明很听话的 是啊 你多希望我听话呀 我失忆的时候多听您话呀 您说什么就做什么 最后呢 让您耍个团团转 这么新年 我对你不好吗 温蓝 你太过分了 你跟我妈道歉 你这位留亲不认的人 朗朗 你 你会遭报应的 你们庄家三口吃我的 住我的 喝我的 就算遭报应那也是福报吧 兰兰 我们已经答应搬走了 你就别再这么多多逼人了好吗 都说有了后妈也有了后伴 您现在这样 搞得好像真的是我在欺负你们一家似的 兰兰兰 你可别这么说 要是你妈妈活着 可不愿意看到你这样啊 我妈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妈呀 你做了那么多对不起我妈的事 庄文成 你现在的一切都是我妈给你的 你放肆 我可谁敢 我们都已经把房子都让给你了 你还想怎么样啊 跟我玩下三浪的时候干什么 温兰 爸爸好歹是你的亲生父亲 你怎么能对他这样 难道是因为你妈死得早 没人管教 啊